希望各位網友可以幫我 話說我在MIHK移師過來自立門戶和阿正 當然有些事情要搬走 當時鱷魚說 你好想多書 那時是彭Sir 彭志銘 在鱷魚寄的書 一大堆說好多 其實是好多 我們搬走過來 到現在我們不會因為 因為彭Sir不喜歡做Discount 因為書有價 但我們又不想放在這裏 不是壓著我 我覺得書是用來給別人看的 不然我又說送給彭Sir 放在那裏倉就沒意思 其實都是挺好看的書 包括刺官那些 劉天使 吳浩 吳浩 吳叔 過身 電視封雲 甚至乎有 誰說英文的沙士比亞的ABC 韓年生 韓年生 等等 我再說給大家聽 當時他放在MIHK的Terms 是記賣的 就抽30% OK 如果網友上來 我不會特別宣傳 亦都不會在網上說 因為書有價 雙都來 跟我買一本書 你不要說是瓦賊 做瓦客 七折 我整條數就交給彭Sir 彭Sir 彭志銘 就免得大家搬來搬去 有些都是接近絕版的 好像原來那個是甚麼 劉天使那本是甚麼 原來如此還是甚麼 即是說那些 其實是納納納納納納納 即是說那些原由 跟著彭Sir自己的政治考 全部是講幾十元本書 廣東話 幾十元本書 六七十元 七折 三四十元 即是大家幫幫忙 我清完那條數 給他一張票 他也會分解一些 彭志銘的很均爭 有時候買幾本書都好 寫清楚 他又會分解一些版稅 計算版稅給一些作者 起碼是數字 才能付出 大家幫幫忙 其實不多的 但是 譬如5號那本 我覺得 最少人買 但我認為最應該買的 有兩本的上下集 例如细水浮城 细水浮城我也有 就是说旧香港的奖务 这就很值得看 你说香港人 你们认识多少香港呢